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词不吝点赞 订阅 在意大利语 文化中 也有不同的用法 假如说 黑桃2 黑桃2 在打排的规则中 就是最没有价值的卡牌 如果谁拿到了它 就意味着这局比赛就要输掉了 开道二一般来说 我们是在第一次约会的情况下 去使用这个句子 比如说 那么在女方的角度来说 就是不想给男方 第一次约会的机会 从男方的角度来说 那就是失去了一个约会 一个约会的机会 也就是可以说被放鸽子了 第二的用法还是挺多的 比如说 做两步 其实是一个比喻嘛 就是三三步的意思 比如说 andare al barco andare in centro 还有 就是忙碌的意思 付出巨大的努力 尤其是帮助别人 我来说 我来自二为专门 也别人 也不为了 或者说 我来自二为专门 也不为了 谢谢 还有 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 就说 或者说 因为理论上你需要两个豆子抓到两只鸽子 那么如果你只能用一个豆子抓到两只鸽子的话 那不就是很幸运呢 假如说今天我要办两件事 第一个是去市中心买一些东西 第二个是要去Marco的家 送给他一些比较重要的证件 但是我到市中心 我幸运地碰到Marco 我碰到Marco我就把证件给他 那么我可以这么说 今天我去中心书 我去拿两只鸽子和一只鸽子 因为我找到Marco 他给了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去Marco的家 所以这个叫 拿两只鸽子和一只鸽子 现在你们知道这些语言的用法了 下次可以和朋友们试着去交流一下 我们就知道这些鸽子和一只鸽子 Ciao ragazzi ci vediamo alla prossim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